今天这个法门在我们面前 我们对不起佛陀 对不起祖师大德 我们遇到了 没真感 这就是原因 世间法的习气 养得太深了 虽然两目佛法 世间法还舍不得放下 而学习佛法的人 遇到这个法了 学了一段时期 放弃了 换别的法门 末法时期 学思说法如横火上 这个话是佛在经上讲的 不是骗我们的 是让我们提醒 建筑 我听说 最近 又有人在提倡 念佛往生进度 很简单 很容易 念就行了 带夜往生 什么都可以带去 根本这些那些都不必团 听谁不杀人相信了 经也不念了 教也不学了 教也不学了 建律也不要了 以为这就能成功 这话是摩说的 这话是摩说的 不是佛说的 佛菩萨 祖师大臣 教我们学习精神 没有说不要不吃戒了 若不深入金藏 你就没有能力辨别邪阵 没有能力辨别是非 这个重要 现在这个世界 众生复不我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乱世 什么乱了 思想乱了 行持乱 一切环境统统都乱了 真的是乱世 怎么办 一只如来的金教 从金教里面 找出我们的出路 找出我们的智慧 我们有能力 辨别邪阵 辨别是非 我们下定决心 在这一生当中 圆满成就 我们下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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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身体